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名军医首先是一名军人 既然是军人 那么保家未活 欲血杀敌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 在二战结束后 却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位名叫本杰明的美军军医 击毙过98名日军 却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医生的天职而遭到无视 不仅没有授予军章 反而被日内瓦公约组织点名批评 医护人员无权杀人 只能救人 直到几十年后 本杰明行将九十岁之计 他当年的事迹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才算得到了应有的待遇 由美国总统小布什 亲自为他颁发的勋章 至于这件往事 究竟如何评判才算公元 暂且不论 咱先来看看本杰明 是如何干掉九十八个日军的 时间回到一九四二年 每日在太平洋战场上激战震撼 原本在家里开着压抑诊所的本杰明 正是在这个时候参军的 上级看他个头不高 力气不大 实在不是个打仗的料人 说幸让他干起的老本行 当了一名军医 军医毕竟不像士兵那样通风陷阵 所以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之前 本杰明的日子还算太平 除了治病就是救人 根本不存在杀敌这回事 不过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半岛战役的打响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说到在半岛战役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 怕是会惊得一颤 的确 这场号称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一战的战役 留给世人的只剩下无尽的阴景 尽管败局已定 然而日本人依旧在坚持着最后的疯狂 甚至不惜采用自杀式袭击来阻挡美军前进 毫无疑问 美军的每一次挺进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了及时处理源源不断的伤亡人员 美军被迫把战时医院建立在靠近前线的地方 据说 最近的一次仅仅距离站好五十米 可谓士兵屁股后面就是弹架 而作为军医的本杰林 正是身处其中的一员 可想而知 这样近距离设置就致点 虽然节省了时间 但是也把救护人员放到了恶狼的嘴边 一旦战线不稳 整个医院都要跟着遭殃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杀红了眼的日军突入医院后 不光是滥杀美军伤病员 就连医护人员也没有放过 日军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本杰明 尽管医生的天职是救人 但是面对这样一群无药可救的恶魔 还谈什么菩萨心肠呢 凭着一枪热血 本杰明抄起医院自留的机枪 朝着正在坐着的日军 就是一顿疯狂扫射 当然了 毫无作战经验的本杰明 很快就被日军压制住了 并且身中竖枪 昏死过去 幸运的是 尽管一身枪眼 但是当美军杀回来发现本杰明的时候 他依然有微弱的呼吸 经过一番抢救之后幸存了下来 您觉得本杰明是应该受到嘉奖还是惩罚呢 按常理来说 毫无人性的日军在疯狂屠杀自己的战友 甚至是医护人员 自己拿起枪来自尾 天经地义 根本没有错 但是 日内马公约却不这么认为 日内马公约明确规定 在战争中 不得攻击对方的医护人员 同样 医护人员也不得向对方发起攻击 应该说 这个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保护了医护人员不受侵犯 但是 现在的情况 是日军首先违背了公约 肆意攻击一户人员 本杰明被迫反抗 怎么能说是错的呢 好吧 做好人总是要受限制 挨了打也不能还手 总之 本杰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反而因违反了军医的天职 而受到了批评 直到五十多年后 本杰明的事迹被翻了出来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行为 本杰明这才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 并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 亲自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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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